为了让偏乡体育班的孩子装备不落人后 位在台南的荣辛企业送爱到狱里 捐赠孩子们比赛用的木棒30只 帽梯45件还有运动毛巾45条 以及最新款式的运动太阳眼镜有45副 希望可以发挥炮砖营运效果 让更多企业一起来关心偏乡学生资源短缺的困境 为了让偏乡体育班的孩子装备不落人后 位在台南的荣辛企业董事长 送爱到狱里捐赠孩子们比赛用木棒30只 帽梯45件运动毛巾45条 以及最新款式的运动太阳眼镜总共有45副 赞助我们这些运动用品 然后可以更多方向去比赛 谢谢企业赞助我们很多我们所需的东西 因为棒子有时候练球都会被打断 荣辛企业是国内从事塑胶制作 以及太阳眼镜镜片研发的机油厂商 非常关心台湾各项运动的发展 近年来运动科学保健发达 球员对于自我身体防护的观念提升 然而球员对身体的保护措施 尤其是防止眼睛的运动伤害常常被忽略 太阳眼镜对于学生 因为他们都是高中生 高中连赛都是比日间的比赛 那很多时候都会因为没有戴眼镜 那太阳直射关系而输掉 因为一颗球而输掉整个比赛 我们希望经过这样的活动 教育我们的孩子 也要感恩喜福知足 校长表示感谢企业不原千里 给孩子们带来温暖 看着每个学生戴上眼镜 穿着帽T的笑容 勉励孩子要知足感恩珍惜资源 将来有能力时也要回馈社会 记者高松双玉里建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